陳鵬仁 陳鵬仁在去年的 全大運跆拳道58公斤級 拿下銅牌的佳績 今年他一路提下國力體大 與彰化師大的好手 聽進金牌戰 可惜在四強賽時 不勝右腳受傷而影響表現 最終以7比9 不敵北市大學周瑋倫拿下銀牌 我覺得今天 如果1到10分來算的話 大概7分吧 一部分是我自己的心態 每次都是冠亞軍 然後就輸掉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受傷吧 就是因為前面有幾個人家撞到 然後到冠亞的時候 沒有堅持住啊 大一新線人陳伯彥 首次出戰全大運 他表示自己以平常心面對 不希望給自己的壓力太大 長期在國訓中心訓練的他 也過關戰將 在金牌戰以三分之差 敗給張師大的好手李哲偉 以銀牌作收 我覺得前面幾場表現得還不錯 但是最後一場就是 可能因為跟他也很常打 所以比較保守一點 對 所以就沒有發揮得那麼好 教練劉薇廷表示 陳伯彥一直都是一個蠻穩定的選手 他與陳鵬仁可能都是給自己的壓力太大 心態沒有放開 才與金牌擦身而過 劉薇廷認為 台體跆拳道隊的選手 平時練習都非常認真 相信只要正常發揮 都能有不錯的成績 記者林玉成 吳若瑜 桃園報導 數字 wenn少了 去案衛 下齡